我现在是讲到怎样用恩典鼓励人去传福音 这里有些必须用律法你要传福音 你要救人 你要不要叫人去地狱 这是第一个 第二 是有一种恩典 但是当人尊重的时候 你传福音神就喜悦你 这是恩典 恩典是什么意思 神对人的帮助和祝福 这是恩典 人要做什么 是律法 律法是好的 重点是律法的动力从哪里来 有些是动力 我要 就是我的教堂要变得很大 这个是他的动力 这个动力其实就是荣耀他自己 或者是得到他里面心里想得到的 恩典的推动是神的不同的原因鼓励我们 好的 下面是讲到神的恩典鼓励我们传福音 神很怜悯事上的人 神就很想拯救他们 神就感动人去传福音 然后他寻找愿意传福音的人 他感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会说圣灵要感动我去传福音 但有些人说说这个太难了 这个他不会信的 信耶稣传福音很难的因为人会拒绝的 很多人就不愿意 有些人曾经传福音 但传福音之后 我曾经问人 我现在问一问 这里有多少人曾经传福音一次的请你举手 曾经传福音一次 起码一次 起码一次的请举手 意思你曾经传福音你就举手 你曾经传福音起码一次 好的 放上你的手 第二个问题 曾经传福音给十个人以上 十个人或者是以上的请举手 好的 第三个问题 曾经传福音给五十个人或者是更多的请举手 少很多了 为什么呢 我曾经问人 传福音 曾经传福音都很多 为什么后来不传呢 因为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被人拒绝 被人拒绝就觉得没有用 所以就不敢再传了 这个是很多人的原因 但神寻找愿意传福音的人 他也感动每一个基督徒都去传福音 他很想我们都能够有这个怜悯人的心 他就赐给我们怜悯的心 有些人看到世上的人 他的感觉是什么呢 他会发怒 这不好啊 这些犯罪 这些不好 他们就是用怒气 但有些人看到这些人 世界上的人 就会觉得他们很可怜 他们很可怜 世界在世界上很可怜 将来死了之后更可怜 这个就是怜悯的心 要赐给我们动力和智慧 能力去传福音 神就给我们智慧 怎样传福音 我感谢神了 神给我很多不同的方法 根据这个人情况 有什么方法呢 有些时候我是用证明有神 所以我们信耶稣有天堂地狱 所以我们信靠神就最好 第二 人的烦恼 我就会用 从知道这个人有烦恼 不开心 我就告诉他 耶稣可以帮助你 在这些烦恼中可以有力量 另外 传福音的时候 神也帮助你 整个生命重建 你的生命可以再一次喜乐 你的生命可以有目的 你的家庭可以管理好 你做人更开心 这些就是不同的方法 有些时候我们去福音 有些人不相信有创造 我就证明他们怎样知道 是有创造的 不是进化论 而是创造的 而且有些时候 我去为人祷告 他们经历神的同在 经历神的平安 另外有些时候 我是这样的 我说你有没有追求 一个完美的地方 你看一看周围花草树木 是不是很美丽 你想不想去到一个地方 极度的美丽 极度的完美 我也可以跟人说 你有没有看到人的情况 觉得很失望 因为人会伤害人 说谎 透气 伤害 神做很多不好的事情 你想不想去一个地方 这些人都是非常完美 充满爱 充满恩典 这是各种的方法 可以跟人传福音的 这个就是 神给我们的机会 聪明 去传福音 神要赐我们机会 等于接触一些人 需要福音的 我们就去传福音 给他们 去接触 可能可以传福音的最像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神就喜悦了 这是当我们正同的时候 神的喜悦 就赏赐 祂也高度的提升我们的生命 帮助我们有机会聪明 这是各方面的鼓励人 去传福音 帮助他们看到 现在我用言语 现在不用看这个 就是看着我 神看着这个世界 很多人虚伤 神的心里面非常的伤心 祂很关心他们 祂不想一个人沉沦 祂不想一个人去去神的救恩 去到地狱 神是很伤心的 神就寻找人 就感动人 祂感动我们每个人 其实每个基督徒信了耶稣 都必定会有这种心 我很想帮助其他人也信耶稣 你里面有没有啊 有 这是神动共 有没有发觉神多次的对你 感动你 你去 欢信这个人啊 建立与他的关系 向他传福音 有没有这个感动啊 有 这个就是神做很多工作 不停的做工 感动我们去传福音 当我们回应神的时候 神就很喜悦 神就欣赏 神就会给我们聪明 聚会 能力 怎样传福音 而且当我们顺从的时候 神就给我们赏赐 也给我们喜乐 尤其是当我们能够带领 带领人信主的时候 神就很喜悦的 神就欣赏 神就提升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就去到更高的层次了 你越传福音 你的生命越提升 这是神的美好 我感谢主啊 我信耶稣之后 我向我的同学们啊 我的家人啊 我的朋友啊 我接触什么人 什么地方 我都尽量传福音啊 做打地啊 我在路上见到人呢 我都有机会 我就传福音 神也给我不停的动力 不停的推动我 当我这样传福音的时候 我看到不同的信耶稣 我心里非常的感动 然后非常的喜乐 然后当我传福音的时候 神就提升我的生命 不但是带领他们信主 也带领他们爱主 起初 我带领很多人信耶稣 我在曾经在基督教的学校 做老师 也曾经在基督教的学校 做校幕 学校里面的牧者 我带领很多学生信耶稣 但后来神感动我 不但去带他们信主 也带他们爱主 我发觉这个很难 当圣灵充满我的时候 我就发觉能够有能力提升了 所以你有信传福音 神就提升你去到更高的层次 你就成为基督的精兵 更被神使用 去到更高的层次 你的生命就成为一个 你就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这个好不好啊 这个是用恩典 你的生命可以高度的提升 不但是说 我现在示范用律法 我不是说你们要这样做 你有没有向亲人传福音 你知不知道你不传福音 他们又要去地狱 将来神见到你就问你 你为什么不向他传福音 他跟你一起这么多年了 你都没有传福音 你的将来你怎么叫上 这个我们也可以讲的 但不但是讲这个律法 我们可以这样提醒的 我们想一想 我们认识的人几十年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 我们接触的人 有没有向他们传福音 可能我们惧怕 但我们想到 我们向他传福音 虽然他不信 我还是忠心 我做了应该做了 否则你认识的人 有一天去地狱 你会不会有伤心呢 会不会有说 我以前真的应该向他传福音 但我没有传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真的回应神 神就很喜悦了 神就会欢喜 神就会说 这是我喜悦的人 这是我要大大使用的人 我要提升他的生命 他要成为伟大的人 我告诉你们这里 所有每一个小孩子 我们这里有成年人 也有小孩子 如果你听了我的话 你说我要成为伟大的人 靠着耶稣 你真的可以成为伟大的人的 你每一样事情 都可以做得更好的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机会 我感谢神了 每一方面 神都赐给我机会 也赐给所有爱神的人 我感谢神了 我学什么都学得好的 我学英语 讲得很好 我学普通话 也算是学得好 然后我学谈情也是好 我以为祷告也是好 每一方面神都是聪明聚会 我荣耀的是神 你尊重神 你的生命就提升了 你可以变为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你想成为伟大的人 请你举手 你想成为伟大的人 感谢主啊 我希望你们都真的 跟从神 侍奉神 传福音 神就很喜悦了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好了 我们去到另外一个 就是鼓励人 侍奉神 我想说一说解释一下 侍奉神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侍奉神 侍奉神 就是 帮助人的灵命 帮助人的生命 为他祷告 在生命各方面 帮助他们 去 因为信耶稣的缘故 帮助他们 都是侍奉 侍奉神不但去做牧师 你帮助作为人 你去教堂的时候 有没有关心教堂里面的人啊 有没有跟他们沟通啊 你去教堂的时候 有没有关心教堂里面的人啊 很好啊 你有没有帮助他们与神的关系啊 有 这个是好的 这些都是侍奉神 侍奉神有不同的层次 这个第一种是关心人 帮助他们的灵命 然后下一步 就是你参与各方面的侍奉了 去传福音啊 去训练人的生命啊 提升人的灵命啊 为人祷告啊 然后 有些人被呼召成为传道人啊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在某方面讲圣经的话语 分享圣经的信息 不要以为不一定是传道人 其实平信徒也可以的 平信徒也可以用圣经的话语鼓励人的 这些都是提升你的生命 进入更高层次的释奉 如果你发觉 你讲圣经的话语的时候 人听到都会觉得有鼓励 这个就是神要使用你的 你就说神啊 你使用我 我要更大悲地使用 其实侍奉的人 你里面会有这个动力的 继续有这个动力 我要更多的侍奉神 我告诉你 我自己 我从来没有一起做梦 神呼叫我去做牧师的 我没有做梦 我没有见到异象 我没有听到声音 但我就是继续有这个感动 我要侍奉神 我信主不久之后 就有这个感动 很想侍奉神 好了 现在这里 我用示范一下 怎样用不同的方法 去鼓励人传福音 侍奉神 第一种 只是用律法 就是说你要侍奉神 这个只是用律法 这个你侍奉神 神就赏赐你 这是有律法 有恩典 但这个只是一点的恩典 上面的 就是不同的原因 鼓励人去侍奉神 神怜悯 世人 神怜悯每一个人 很多人都需要福音 传福音的人很少 侍奉神的人很少 神要信仇更多人 被神使用去祝福人 很想 神很想拯救他们 神就感动人去救人了 神有没有感动你去救人了 有没有感动你去建立人的灵命啊 这个就是神对你的呼叫 未必每一个人都叫传道人 但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神的 当人呼应神去侍奉神的时候 神就很看重他的 他就吃他 智慧能力 自缘 当他忠心侍奉神的时候 神就很喜悦了 大大的提升他的生命 每一个侍奉神的人 你越投入 越爱主 神就给你更大的恩赐 能力 我感谢神了 神给我这个恩赐 去明白圣经 集中读圣经 背诵圣经 解释圣经 也能够长解圣经 各方面的恩赐 我感谢神 你愿意侍奉神 你的机会就加征 我告诉你 我小的时候 我说话是断断续续的 后来我去了外国 去读神学 后来我做牧师 我后来回到 回到我的 本来的地方 我的爸爸就问我 你以前说话这么不好 你怎么做牧师了 因为我以前说话 就是断断续续的 没有胆量 因为发觉没有人听我说话 所以我没有胆量 但我信了耶稣之后 说话就完全的不同 我就告诉我的爸爸 是神改变我 我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 我以前小的时候 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了 就是说话都是没有信心的 但神就提升我们 能够赐给我们 各样的能力就会聪明 当我们忠心 适奉神 神就很喜悦 大大的提升 祂就纪念 我们一切的忠心的适奉 你每一次帮助人 神都喜悦 你每一次为人祷告 神都喜悦 每一次帮助人 神都喜悦 并会在今世祝福我们 百倍 永恒永远的赏赐我们 这是各方面的鼓励 好了 现在我用言语 你们就看着我就可以了 神在世界上看到很多人 很多人他知道 他们很多人要去地狱 他们没有耶稣 神的心是非常的伤心 神是使用人 神不是使用天使 神是使用人去拯救人的灵魂 当神拯救你的时候 你发觉里面就有动力 你就有动力去关心人 你就有动力去传福音 你有没有这个动力啊 在里面神就感动你的心 你就不能停止传福音 这样见到人 你就很想 这个就是神的感动 有些时候我们抗拒 我们说我不能做啊 但神还是不停地感动 改变我们 也让我们看到 有些基督徒很爱主 有些基督徒很爱主 我们看到的时候 有鼓励 也看到他们的生命有果效 他们的生命被提升了 例如这个姐妹跟我来的 她本来是有忧郁症 有家庭离婚 丈夫跟带着儿子离开了 然后她有癌症 她想跳楼 击杀 这么严重的 她后来去教堂 去另外一个教堂 她有些改变 但这个改变不是很大 但有一天她看到我的 YouTube上的影片 她看了之后 她看这些影片 已经开始觉得 平安喜乐了 后来她就参加我的聚会 来了聚会之后 她被训练 她就一步一步地提升 神就使用它 她读书去到一连级 是不是一连级 一连级就是读书这么多 一连级 这么小 这么小 但神就使用它 这个就是神能够提升人的生命 我们每一个都能够的 都能够被神使用 祂曾经带很多人信主 祂也常常愿意服侍主 常常帮助人 这个是神改变它 神也改变我们 不停地感动 当我们的心里面 领受了这个感动 心里说神啊你真好 我们呼应神的时候 神就很喜悦 神就会说这个人是我喜悦的 他就会给你各方面的能力 恩赐 智慧 有些人说 我读圣经不能集中啊 我祷告不能集中 但如果你属于神 看神的恩典 你每天思想神的恩典 赐美主 你在里面就发觉 有一种能力出来 你有没有发觉 赐美主的时候 有能力出来 这是神的同在 这个能力就改变你 你就有更大的能力 更大的动力 更大的推动力 更大的爱心 更大的怜悯 你就发觉你的里面 不能不去帮助人的灵命 不能不去传福音 越来越被神使用 你这样的话 神就提升你 去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我告诉你 我的出生是贫穷的家庭 是赌博的家庭 是离婚的家庭 本来我是可能是 被这些影响 完全不能做什么重要的事 但神带领我 我信了耶稣 神为我开路 能够读很多书 有机会 是神供应我的需要的 这个就是神提升我们的生命 也提升我们侍奉的能力 各方面的智慧聪明 各方面的暗刺能力 这样的话 你的生命就不会后悔 有一天你去到天堂怎么样了 神说 你本来是这样的 现在你变为什么样了 本来是这么微小的 现在你变得这么伟大了 本来你不能做什么大事的 现在你做了这么多大事 你的幸福怎么样了 感谢主啊 原来我所做的你都纪念 原来我的生命这么提升 是不是很好啊 哈哈哈哈 我刚才完全是用恩典鼓励你 有没有留意到 神这样提升你 你去到更高的层次 本来是这么微小 现在变为这么伟大 哈哈哈哈 你留意一下 你现在有没有 比以前已经进步很多 有没有啊 已经有 代表你可以继续进步 是不是 你越走神的路 越进步 现在我们站起来祷告 让神的灵感动你 你就问神 神啊 你一想我做什么 O 耶稣 想着耶稣在前面 看着你 耶稣在感动你 呼召你 哈利路亚 咱们耶稣 咱们耶稣 哈利路亚 咱们耶稣 哈利路亚 耶稣 你真好啊 耶稣 你怜悯我 所以你拯救我们这里 每一个人 你怜悯我们这里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经历过 你的怜悯 所以我们今天 能够得救 是神极大的恩典 我们感谢 赞美你 你是不停的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提升我们 但我们信了耶稣 你就提升我们的生命 你就改变我们的生命 帮助我们的生命 去到更高的层次 比以前 已经高声很多了 我们感谢 加盟 你不是我们的伟大 是你的伟大 你是不停的 做工的神 你是不停的 怜悯人的神 你是关心我们的神 你是有能力的神 你是有智慧的神 你能够提升我们的生命 我们感谢你 你这样提升我们 是极伟大的工作 你是不停的提升我们 神啊我们愿意 更进入你的奇妙的计划 我们愿意进入你奇妙的计划 被你使用 因为做工的人少 世上人很多 要拯救人很多 但做工人少 求神帮助我们 求庄稼的主 拯救人出去 受他的庄稼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 满有神的平安 满有神的喜乐 满有神的怜悯和爱心 满有神的生命 让我们里面 就是不停的 很想侍奉你 不停的有动力 有动力去服侍你 神啊我愿意 神啊我愿意 你不停的带领 我们真美好 你不停的带领 我们真美好 我们需要你 我们有你真好 我们的生命 就去到更高的层次 去到更高的领域 感谢天父 你真美好 我愿意 神啊我愿意 耶稣啊我愿意被你洗用 主啊很多需要你拯救他们 很多需要你的救恩 很多会沉沦 他们不知道死了之后 就会去地狱 但神很想拯救他们 能够进入天堂 求神帮助我们 满有神的平安喜乐 有美好的见证 不被人影响 天天都开心 天天都快乐 天天都轻松 满有爱心 满有怜悯 哈利路亚 主啊帮助我们成为 有智慧 有喜乐的人 能够影响别人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神 哈利路亚 耶稣要使用我 耶稣要使用我 耶稣你要使用我 耶稣啊我们愿意被你使用 求你感动我们 感动我们提升我们 使用我们 我们需要你 需要你 求求你帮助我们 去到更高的层次 让我们能够学习到神的恩典 充满神的恩典 鼓励我们 哈利路亚 如果你的内心 有神的感动 去服侍神的 全局服侍神的 神感动你 愿意全局的服侍神的 请你举手 神啊 是不是神感动你的 你就说神啊 我愿意 我愿意被你使用 如果你愿意 不要看人 是你自己 你自己愿意的话 你就可以向神举手 神啊 你就对神说 神啊求你为我开路 你带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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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去侍奉神 神啊为我开路 你就开圣 自己开圣 神啊求你为我开路 我想被你使用 我想被你使用 我想 我想去拯救灵魂 我想去帮助人的灵命 我想成为你的精兵 成为基督的精兵 我想将生命献上 当作活祭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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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帮助我们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 神必定提升你的 神必定使用你的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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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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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哈利路亚 mentor 哈利路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